台中检方再度传唤被告杀人罪嫌的 下姓男子道庭应讯 慎重起见 监察官还嘱托 辖区北屯警方亲自送达传票 下姓父子就在多名刑警戒户下 上午十点前两分钟 踏进台中地检署 面对媒体追问什么都不说 检方持续追查 拥有五亿遗产的赖姓高中生死因 不只传唤他的配偶 下姓男子还有下男的父亲 也被以证人身份传唤到庭 父子两人分庭应讯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 过了五个小时才踏出侦察庭 下姓父子的律师戴维说明 今天应讯重点 对于案情还是强调 侦察不公开 赖姓高中生跟下姓男子登记结婚后 才两个小时就离奇身亡 知情人士透露 下姓男子是下家的二儿子 以前也常见他参与 房地产界一些相关活动 至于外传 他已经有女友 当事人不回应 无从证实 而之前台中地检在五月六号 证讯下姓被告后 虽然认为有犯罪嫌疑 但无羁押必要 预知三十万元交报 事隔两个多星期 再次传唤到案 这次虽然长达五个小时的证讯 不过问完之后 直接将人请回 依旧认为没有羁押必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